各位朋友,巴黎奥运会,香港,中国香港队夺得了首枚金牌 那中国队呢,是大陆这边的代表团呢,是夺得了奥运会的第一枚设计金牌 中国的香港队呢,又获得了一个基建的金牌 有的网友说了,国歌是国歌,为什么这旗不换成国旗呢? 因为中国现在一国两制嘛,所以呢,香港的区旗升起来也没啥问题 那霍启刚呢,曾经建议过说,把这个金牌术要合并统计啊 这样肯定会合并统计的,但是你要说把国旗换了吧,也不太合适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还存在着中华台北队啊 这次的台湾代表团不是老老实实的挂着Chinese台北的这个名称去参加的奥运会吗? 所以也不适合说把这香港啊,那个就并入了大陆代表团 香港代表团,澳门代表团,台湾代表团啊,这不是挺好的事吗? 是吧?各位,我们再看看巴黎啊,巴黎突然大停电了 果不其然啊,有人跑多的世界各地的基督徒说这就是亵渎上帝的报应 一片漆黑,它这个停的这个彻底啊,这好像是牵扯到那个一个区将近一千户吧 停的是挺彻底的,那样说奥运的场馆有没有电啊 奥运的场馆啊,大屏幕也没电了 这因为开幕式的时候呢,下雨了啊,这大屏幕直接就被给交熄火了 这果然是个草台班子呀 还弄了一个这个事儿,然后呢,让韩国人都急了 为啥呢?因为韩国人入场的时候 把他给爆成了朝鲜队了 在阶段里的专家中跟中尔子长的表现 最后一年过来的专家都不必须做什么 这年过来的专家中有机会 这些世界的目的专家里 这些连不价钱的专家都不断成功 这些迫似的专家都不断成功 这些迫似的专家都不断成功 韩国人急眼了 作为法国的本地的人呢 都不好意思了 说作为一位真诚爱国的法国女孩 我对这场开幕式的怪异的事件表示遗憾 并向全世界道歉 这就代表法国人向全世界道歉了 是吧 利挺法国的开幕式的 现在都是什么呀 都是美国的美国之轮 然后呢 中国的公知 中国的这个侄儿 你看美国之轮说了 运动员们挺满意呀 我们很高兴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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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你去哪里? 看来,不可以去哪里 你去哪里 有些东西,你真的不可以去哪里 你去哪里 我承受冲的冲 所以我承受冲的冲 我承受冲的冲 冲是冲的冲 冲是冲的冲 冲来 所以 所以 我们很困难 因为我们有点冷 但是 我们享受了很多 所以 非常好 非常好 你说这乌克兰队员 他感受不满意吗 是吧 中国的网友 爱国网友都不满意啊 中国的爱国网友做了这么一张图 这个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啊 是拉了一坨LGBT女权性变态的排泄物 中国的汉奸公知二狗子 是吃的甘之如頤 一块奇夸浪漫人文 女性主义包容松弛 中国一百年都追不上 是吧 各级大领导 都没有这个理解 他们都是爆发户的底蕴 是吧 你看 太形象了说的 哎呀 这位网友整活啊 说是光华的肛门 朋友们去西方国家出差 回国后 小巨石跟我讲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在西方国家 人们的肛门是没有褶皱的 朋友知道这件事实际如同现在的我一样震撼 从未离开过祖国的我们是无法想象 没有褶皱的肛门是什么样子的 好奇心促使我问到究竟是什么令西方人的肛门变成光化细腻的样子的呢 朋友轻叹了一口气随即用坚定的眼神跟我说是文明 原来西方国家的人们原本和我们一样也是肛门长有褶皱的 但是高度的文明与发达的科学使得他们找到了解决肛门褶皱的问题 远程饲养 他们先是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培养出了一批名为公知的类人型的牲畜 再利用公知去培养出一种叫直人的人型的牲畜 公知的智力水平以人类相当 而直人的智力水平达到了惊人的四岁儿童的水平 公知会带着直人长时间的舔势西方人的肛门 久而久之西方人的肛门褶皱就被逐渐的舔消失了 听罢我不禁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原来文明世界的人们是如此的聪慧 我们同西方的差距就在和公知直人们的舌尖上 这个网友讽刺的太到位了 太有才了 好吧 看看这个公知和职人们的这种丑态吧 也许我们从小受的都是紧张教育 法国的奥运会上五环旗都挂反了 回想中国奥运会这简直是不可能的 每一个中国人都从骨子里觉得这种举世瞩目的 世界级的社会一定要完美 一定不能出错 民族性格完全不同 我们的确是更严肃更板着 我突然觉得也许因为我们受的教育 正是一种紧张教育 做的要端正 学习要努力 工作要认真 千万不能犯错误 这些自小常见的要求 越是让人更紧张 更卖力了 你看了没有 你看这个舔定的水平 是吧 把这个五环旗挂反了 他竟然能从这个角度来反思自己 来舔西方 所以西方人的肛门确实是没有褶皱的 被他们舔的 是吧 如果是中国 要是把旗子挂反了 那能骂一辈子吧 你看看 这位朋友评论 人呐 要勇敢一点表达自己 不要被一群人的犯病给吓到 第一 永远被 不要被极左的名词 什么文明松弛 以人为本 不欣赏就是老土 不文明给虎道 个人了解这些人 为什么犯病 怎么感染呢 但还是被这次集体发作的疫症的程度给惊到了 严重发作值得记录 就是不管办成什么样子 不管外国人自己怎么看 都有许多的中国博主第一时间的冲上去 趴在蓝不溜秋 肥嘟嘟 灰不溜农的身上 用舌尖 舔干净任何的瑕疵 似乎已经融入了三辟的烂交 变成了更大规模烂交的一份子 远隔万里 但是在简中网络的评论区 互相拥抱 用舌尖 交换舌尖 缠绵匪测 从而得到进一步的满足 一般这种姿势都是面朝着本主跪着 头带点骄傲的洋起 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不是下雨了吗 那不是雨点 那是撒在他们骄傲的脸上 嘴巴里 唇舌深处的甘霖 这群的中国的公知直处们 确实是被骂惨了 愁态百出 点个订阅吧 咱们 假期再聊